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真是闻取心下烦呢 儿等且看 待我金榜提名一锦还乡 若靠不住 绝不回乡 光阴四剑 前廖勤奋苦读 两次不靠 两次都名落孙山 他心灰意冷 便想一死了之 观音菩萨见此情形 化身为一位带着两个孩童的讨饭女子 先生 我饿 行星好 给点东西吃吧 我什么都没有 先生 您看孩子们那么冷 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 天下居然有如此贪婪的母子 难道让我光着身子去跳呀 先生 您都要死了 要这些有何用 可怜可怜我的孩子 几个大德吧 你怎知我要去死 我看你是个落榜的书生 想去寻死吧 你看 我连鞋都没有 你命都不要了 还在乎那双鞋吗 连讨饭的妇人都看出了我的落魄 真的没法活了 也罢也罢 你们 拿去吧 于是 钱廖把钱财衣物全部给了他们 转身向山上走去 先生 回头是岸哪 钱廖站在崖边天降大雪 风雪中又传来了女子的声音 回头是岸哪 钱廖紧闭双眼 纵身跳下山崖 在睁眼时 眼前是一尊手持精卷的观世音菩萨像 她有一名女子在天柴火 钱廖回忆起来 我记得 我跳崖了 这是在哪儿 这里是人间的池经观音寺庙 你是个读书人吧 惭愧 惭愧 没有读好书 那你是没有用心去读书 分野分野 我悬梁刺骨 日日苦读 可就是屡考不重啊 既是个读书人 为何不拜拜持经观世音菩萨 千辽猛然醒悟 随即福地虔诚地跪拜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护药 请客前 佛光万丈 女子显化 观音菩萨 你心向读书 却求名利服录 不是劳作 不懂民苦 更不知世间烦恼与设计轮转 却如何答对考题 今日雪中得远 念你赠衣物之善行 无赠你以祭子当作环礼吧 观音菩萨话音未落 却不知所踪 堂内只剩书生与火堆 堂上飘下一张纸片 我若像地狱 地狱自枯竭 我若像佛陀 造星自调伏 我若像生灵 自得大智慧 纸片落入柴火中 化为一团火焰 千辽一惊 抬头仰望 持经观世音菩萨宝像 正对着此起 千辽赶紧口拜 感谢持经观音点话 我一定好好理解祭子 好好读书 行善积德 利益百姓 请菩萨保佑我 玄有所成 不知不觉 又逢大考 千辽想着持经观音的教诲 挥一好大拳 丝如泉涌 终于拔得投名状元 千辽高中状元后 衣锦还乡 他不忘持经观音的点化恩责 在山上建了一座寺庙 供奉持经观音 把他与持经观音的佛缘故事 刻在碑上 让世人供奉诵读 让深深学子 求得持经观音的护佑 发奋苦徒 学业有成 利益百姓 行善积德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持经观音 就是持经观音 不仅为经理论的 不仅为经理论的 咱们